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位就是我们哪一个年代的认识 我们是计证的年份是1996还是97年 为什么你可以记得那么清楚 应该不是 你一定记错 我一定记错? 怎么会是96、97 96、97你那时候是怎样 好了,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是96的认识我 因为我96、97正式进入ATV的时候是97年 你97年才进入ATV? 我96年OK了,Casting过到关 你96年才进入ATV? 96年到年底才进入ATV 即是97年 你96年会拍什么? 96年我没有拍过任何东西 97年拍什么? 97年,不是96年年底刚进入ATV的时候 我开过当时,阿天叔 一个电影叫做那些河水剧来的 那一进去,那次就做了个画仔 那97年呢? 97年的时候,第一部就已经是做 萧生叔的雪花神剑了 你97,雪花神剑是97年的吗? 97年的呀 那么迟的吗? 雪花神剑开之前我还玩过两种肥猫症转 是吗?死了死了,我真是老迷了 是呀是呀 我经常以为是95年左右的 那也是差一年而已 三年多而已,不奇怪 说了这么久都还没说 袁文杰 大家好 大家好 细雪从头,我记得上一次跟你做访问 就是在香港电台一起走过 电台不同,现在我们真的在录影坐在一起聊天 大家看到的样子 上一次我们聊天就是你和李运奇 都是你的老友来的 说回袁文杰,小小时 据我资料所得,你就是喜欢踢足球的 是球类的 很喜欢踢球 踢球就只是学校里面和同学猜一下 没什么特别 是,但是就不是喜欢演戏的 很小时候还没想到这一件事 小时候很多小朋友就说 我大学喜欢做警察 我大学喜欢做医生 喜欢做飞机师 有个梦想 每个小学校叫你作一篇文 说我的志愿 你肯定会有写过这篇文 大家知道吗 我的志愿是什么 我说写自己想做教师 是,拆老师是 正正气气就算了 是,但为什么不喜欢做球星呢 球星反而是自己想的 但又很实际的,知道踢球很辛苦的 就是在自己的脑海里幻想自己的球星 因为小孩看球的时候 自己会有些代入感 但又没说真的想做一个足球员 是吗 但是你之后就不断喜欢看足球 我记得你做过足球的评述员 好像英超还是什么 其实我严格意义上 当然不是一个足球的评述员 真的一个足球评述员 是科班的 我这些叫拆科打运 就是喜欢看球 但是 事实上是的,年轻看球的时候 很羡慕几位前辈 当然有叔林尚义 有苏文保老师 有何必师傅 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很好运的 就是 入到亚洲电视之后第二年 刚好就是98年的世界杯 那年980年的世界杯 亚洲电视大搞 大搞 那时公司的预算又很松手 是是是 那时候我就要开师生宿 我都是我来自广州的 是是 就是主题曲就叫世界由我做 这样 那时常常上上落落 内地 回大陆又要回来香港 上上落落 那时一有空回来 那晚又开厂 世界杯 每晚都有 文杰你回来 你回来坐下 说两句 有说的了 哇 那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年代 是 回来坐下就有说的了 根本上他主持那些 一直不用写我 预了我 我回来就 吉尸咪来坐下就有了 你那时候是不是爆说年代 那个年代很好啊 令到你赚不少钱了 那时候我的表演是很便宜的 但是 OK的 我觉得自己 那几年是 是很好的 第一就 比如进来 阿叔就很快给了一个机会 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一个影响我一生的机会 令到 因为你一来 又叫做做了个主角的角色 那 公司看你又 好像不同一点 第一年就已经影阅历了 我还记得 我和江美怡两个见到 大家暗示最少 袁文杰 看不到你也有份 我说 看不到江美怡你也有份 然后就 没多久 就 艺园科 嗯 老板又找我 已经第一年约未完 就已经再续约再续约了 为何袁文杰会入阿士呢 就是有一段故事的 那我先说回你正话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半个钟 是否说不了那么久 哈哈哈哈 我计不够说的 没时间限制 你说九个字都行 没关系的 说回正话 小小国喜欢踢球 你毕业之后 没想着在足球界发展 走鬼 你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是 其实我的毕业来说 说出来也有点惭愧的 我只不过是 不用惭愧的 学业不成读书不成 会考也考过三年 那时候有会考 喂你聪明了 你考了三年 我一年都不行 那我就 直接不考了 我是那一年不行 我全级 但是你又重新 全级 全级级5 140多人 我很厉害了 我排第三 报数 哈哈 但是那时候没那么压力 那时候出去做散工 去茶楼做事应 其实我除了踢球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兴趣 就是听歌 听音乐 那时候就走去做散工 或者做事应 每天出出日生 哇多好 每天拿着 几十元一百元 那时候差不多是人工 哇立刻又走去买 剧奏买唱片 对啊 你是喜欢唱歌的 还是听歌 很喜欢听歌 但是那时候最主要是自己 还是很 我不是一个很快 怎么说的 不是一个很早就很懂得想 要很踏实 要如何赚钱顾家 小时候又不懂得做什么的 除非你的家境是小时候很清贫 就只要去想一下如何维持家计 都很贫贫的 不过我爹地妈妈就很辛苦的捱着我们 希望我和我弟弟都 等到你真的一行 你认为你很喜欢你对的工作 你才懂 这段时间读完书 你不会再读大学 不会再读上去 你去外面看下看 看几年 结果那几年我又做过很多东西 我看到的資料,由樓面,又售貨員,很多飯都做過 你小時候,是不是小時候都影響不高? 小時候都高,十多歲開始飆高 你在酒樓,在你做售貨的時候,沒有聲探去找你? 其實有些都試過有一次,一個電視台的監製 這不是很方便說是哪一位,我怕影響到別人 亦都試過叫我,1992、1993年,叫我回TVB 但是那時候你已經讀了TVB的進修班 讀完訓練班,你是1991年的電視進修班 訓練班,即是訓練班,不是進修班 訓練班,即是網上的資料錯 差不多寫法 我看你的資料,它是寫你藝員進修班 訓練班,但那次再回去也不成功 我心想訓練班又進不去 你是進不去嗎? 進不去 你訓練班是進不去的? 我們那期比較坎坷 那期每一屆都要有二十多人去讀 即是計算那些講者,那些混在一起讀 但那屆是簽最少人的 好像最後簽了六個月 你是有讀,只不過是沒有簽約 簽不到 是有讀的 簽不到 有畢業的 但簽不到 它不跟你簽 是的 譬如現在,甚至乎現在那些 基本上入得來讀的 基本上全部要了 那些年代競爭大 又大到我們那屆幾個月 真的零碎,所以我簽不到 你那時又是看資料 我不知道真還是怎樣 你自己證實 是有寶生和古巨姬 寶生是我師兄 不是跟我同屆 又不是跟你同屆 是古巨姬 是跟你同屆 他簽了 是的 那你應該很失望 是嗎? 少少 那時我個人還是沒有什麼壓力 我不行 再等一下機會 或者遲些有 喜歡做其他事情 但是那時很幸運 讀訓練班 認識一些特約演員 又不知為何大家 這麼投契 談得到 就知道我簽 即是你去實習的時候 實習的時候 是 他們就說 傑仔你拿些資料來 我們幫你傳出去 廣告公司也好 這個電影公司 做特約好像我們這樣 挺好玩 立即拍完 立即有錢拿 很好 自此就開始吹滾這個雪球 即做了這個模特兒 是的 反而模特兒 自己還在讀書的時候 有些夢想想過 讀書的時候想 我這麼高大 好像很合情合理 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 頭腦很簡單 又不用演技 是 甚麼 走走走 不是 不是 不要演技是假的 為何你拍電視廣告 或者拍廣告 都要演的 是 有時還要求高過拍電視劇 都難的 試過拍幾個 有幸參與過幾次的廣告大製作 真的要求是高的 是的 是的 在那裡滾滾滾 拍了很多廣告 然後又拍卡拉OK 那個年代 是 是 是 那時候又是賺不少 不是賺不少 不過是 叫做有些收入 還有 都是沒有甚麼壓力 就是媽媽一直很支持自己 你仍是想做的 就是你繼續做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可以入回電視台 剛才你說到有位監製 為何有甚麼呢 他覺得我幾好 可能那時候他覺得我 我是型 因為本身不會太熟理 所以就叫我回去Cast 但是 那天再回去 Cast那段期 自己又沒有甚麼心得 又沒有甚麼經驗 又處理得不好 所以都是 我了 有沒有打沉了自己 兩次了 一次訓練班 第二次試鏡 又沒有 因為 那一刻的我 這件事不是唯一 我亦都不會說 全盤傾住下去 因為外面有卡拉OK 又有很多卡拉OK 很好玩 就是這樣 所以就 隨便吧 不行就不行 當是這樣想 有甚麼姻緣際會 會入到娛樂 娛樂唱片公司 是一間要講講 或者一些年紀比較小的朋友 講歷史 即是曾經一度 應該是 熊霸香港 華人 華人資本的唱片公司裏面 是熊霸的 是 因為沒有 那時出生的電視劇主題曲都爆 是 阿秋冠阿姐 羅文 那些 那時候 因為我中間九幾年的時候 就玩那個 模特兒比賽 很僥倖 贏了 贏了出來之後 當時那個主辦單位 就說 不如介紹你去 給一些公司的老闆認識 看看你們有沒有機會合作 結果就介紹了娛樂唱片公司 劉生劉太 劉太又很疼愛我的 看中了 好 那我就簽你了 是不是看中你的八字 他看中你的八字 可能是 可能他大約沒有跟我說 我還很記得 他一定問你那八字 我們正式合談見面的時候 就是一間日本餐館 又是一間房間 又可以唱卡拉OK 我唱給他聽 不停唱兩句 我那時候不懂唱 不懂唱 那電視機畫面 就是有另一位歌手在 是不是你拍大約高卡拉OK 不是 是另一位歌手的MV 他看下看下 又看下看下我 接著劉太那副派頭 我不如買你了 就是這樣 那些老前輩就是 我不如買你了 結果就簽給他 但我自己 我自己 幫我再問一句 在那個時刻 即是說你有朋友介紹 你去見唱美公司 只是見娛樂一間嗎 是呀 只是見娛樂一間 幸運地被劉太看中 簽了 是 是 原本說有些電影 又可以安排一下 但又沒有回事 又說看下有沒有辦法出唱片 但自己又真是唱歌 我盡力而為 又答不到他要求 結果 他沒有找老師介紹給你 學唱歌嗎 他應該有的 有的 不過一段時間 他又不讓我去學 為甚麼 不知道 是嗎 可能那時候也不貴 而且他又看不到 究竟 你何時會出呢 又要花人力物力 還有那段時間 其實娛樂唱片公司 都是 其實都是主要唱開那幾位 在那時候 應該是九幾年 娛樂都應該 阿秋彤阿姐都少了很多 是呀 秋冠都相對地比較多 但是都是 還有他們合作開 都已經 另外就是 我記得 九零年代就有溫少倫 嗯 嗯 嗯 然後劉太就說 那 不要浪費時間 結果就 把我介紹給蕭生叔認識 是 自此就跟蕭生叔結完 是 阿叔就安排了一個時間 我去ATV那裏 又要試鏡 我說又試鏡 咦 會不會又糟糕的 我記得試鏡有四個人 有四個人 一位是新城的DJ 所以我現在不太記得名字 另外一個就是 又是我老死 江美儀 是嗎 是 一起試鏡的 我剛才見到李有粉 原來李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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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 他已經出過唱片 當時來講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他也不介意 有參加過中年好聲音第二屆 鄭子浩 噢 那時候大家看到大家 咦 勁敵 嘩 對手 Casting 又怎樣 結果我和李有粉 就過了關 自此就簽了你這間亞洲電視 是 噢 原來如此 所以你說這個故事 好像沒有聽過 也有講過一下 若干時候 不過就不會太多人記住這些 是 因為是袁文傑的歷程 所以我很有趣 好像《我心不死》 始終都被我做到這一行 其實我又不是《我心不死》 每天早上一睡醒覺 就打算揮進千方百戒 但又想去投身回這個行 因為我又中間硬著 又有其他東西拍一下玩一下 又好像認識朋友 我就是這樣 那又是在亞洲電視發展到 什麼時候離開 2011年 都很久 2011年 你都留步很久才離開亞洲電視 所以有些朋友以為 我是去到認識機那一刻才走 我不是的 不是的 我11年就走了 是 走了就是去TVB 不是 其實我走那一刻 我是因為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我不是很適合再留在這裏 本來從來很多年以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走那一刻 我覺得這間公司都不是以前的亞洲電視 所以就 所以就 你走那個年代是哪一個主政 黃禎先生 黃禎先生 走得對的 沒有想著去TVB 或者是想著離開電視圈 是的 我愛人的性格就是這樣 我走那刻好像很灑脫 我還記得 最後一天我還要開工 開工 我特意放工 我不是馬上走 我說我回公司 我回公司 我回公司 我回公司五樓外面的天台 看出去整個大報警 看看我自己會不會留戀 我先去看看 是 黃了三 看出去走 就是這樣 原來去意是這麼堅決的 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走之後會去哪裡 沒有的 那時候就只想 那我就看看 在這行中叫做做了十幾年 那便 看看有沒有人去找 就是這樣 看看有沒有人去找 是 我不是說已經有下一步了 是 我才知道 是 很危險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如果 如果你覺得是危險 就是危險 但是我又沒有什麼危機感 那我就出台 我打算都會有人去找 那你打算是有人去找 那時候只有兩個台 不是無線就是阿仕 那無線就未找你 是 幸好還有兩個收費台 一個叫做NOW 一個叫做Cable 是 因為有些ATV的同事也都過檔 有些電視 有些幕後那些 就去NOW 結果 不夠兩個月他們就找我 過去做主持 輕輕鬆鬆 每個星期可能回一到兩日工 每一次一個半週 拍完所有主持節目的Tag 就說完 好 拜拜 很輕鬆 那個就是 LOW的心態 沒辦法不被迫 你有LOW的心態 實在說 你放多少熱誠 就是說完那個Tag就算了 是 他都不會要你這麼多 你自己裡面的東西 始終都是主持而已 不是說是一個劇集 還有那個時候 比較在我們這一項界別 大家都經常會有機會的話 都可能會回大陸去做一些 譬如我們叫登台 或者商演的活動 也在那時候 比較參與多這些工作 所以兩邊平衡 我覺得都幾好 但你有沒有覺得很失望 譬如你簽約娛樂唱片公司 因為打算出唱片 然後劉太扔了你去見小小叔 做電視劇藝員 將你一個唱片夢碎了 你怎麼看 譬如你其實是想做一個歌星 還是做一個電視藝員 如果我簽了沒多久之後 如果劉太已經這樣安排我的話 可能我會失望 但這種失望的感覺 我又從來沒有出現過 因為始終我都經歷了 在亞洲電視那段時間 我覺得是幫了我很多 幸好劉太有這個決定 多謝蕭生叔 多謝大家給的機會 你也唱了一首插曲 插曲就是九七變色龍的插曲 不是雪花神劍嗎 雪花神劍又有唱 是的 我記得你唱了一兩首 你那時候也知道我唱 我那時候是拍著雪花神劍 睡都沒有睡 接著要錄九七變色龍的插曲 然後再錄雪花神劍的插曲 是 是 逐句來 逐句來 睡醒覺就跑去唱 然後唱完今晚又要入廠 或者外景 那個時間就是這樣 是 然後一直沒有再唱歌 沒有了 是接著零幾年 有一套叫做 《爸爸兩邊酒》的劇集 那時候就 安排過我唱主題曲的 是 是 改編自一首英文歌的 中文都有人是重新演繹過的 那個就是 Sam 虛冠傑的 《思雨是淚》 《思雨是淚》 那首歌 不過我們又再重新填過另一首廣東話的詞 但你有沒有出過界 電視出 還有那個唱法我掌握不了 我又不是一路跟開練歌 那位監製就想我唱的 那個時代比較流行 R&B那類 類似周杰倫或陶哲那類 中性的唱法 怎麼扭 我們都沒有跟開 突然間就要我這樣唱 但盡量去做好它 可能觀眾已經慰望了袁文傑出身 本來是一個唱片的歌手 沒有 我不會認 你不會認 不是吧 但幸運地在前一陣子 因為我要做唐哥葉晉堂的80個演唱會 我又想起袁文傑 因為傑仔又有份做《我來自廣州》 是的 真的要在這裏一講再講 可能我以前講過 我當你沒有聽過 就是《我來自廣州》 又是阿叔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我找我做一個少歲的角色 一個少年軍人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青年軍人 但都叫做三大男主角 還有一個很正氣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戲反而令到我 我記得拍完這個戲之後 出了街之後這個戲 然後我就拍了一套叫做廣東十虎的電視劇集 要回去大陸拍外景 我記得廣東十虎 有陽春或者其他地方 我還不明白 是 我好記得 我來下班 頭套都未除 嘩 旁邊的的士 整排的士 慢慢走 為什麼的士行得這麼慢 然後司機搞下車廂 小帥 哎呀 我那套很喜歡你 小帥 哎呀 你真是慘 你做事很好看 然後還停了車 還要塞一些 不應該簽到我的東西 找到簽名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做完一個劇 觀眾有反應 是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我要多謝阿叔 所以我來自廣州這首主題曲 你找我唱 世界由我做 我接著之後 為了紀念阿叔 我有時很多時候回去大陸登台 我都選這首歌來唱 所以歌詞其實就很有記憶 你當然不知道這首歌的歌詞是我寫的 哎呀 哎呀 寫得這麼好 都發出那幾個了 你留意歌詞 是很有含意的 今晚回家再… 你聽一聽歌詞 其實是寫了我自己的心境下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記不記得 拍《我來自廣州》的時候 是全製作部解散的 我記得那天在東莞某個地方拍《外景》 在街上說我要坐一輛軍車經過 我離遠見到開面 因為阿叔每天都會跟上蕭生叔 我突然見到他的表情很凝重 大家都不敢出聲不知道什麼事 接著見阿叔不知怎樣 轉頭就走了 接著我們下班才知道 說阿叔就要回香港 接著那件事就知道什麼一回事 是的 在樂富酒樓他就大罵公開廣租口 是因為那個年代解散製作部 答應了寫這首歌 很尷尬找不找楊紹鴻寫呢 但已經寫了 算了 照出 我改過 全歌詞改過 將我自己那一刻的心情寫到歌詞裏面 不是用我的名字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那首歌是我寫的 我用了一個朋友的名字叫疑青 風雲幻變後一切會如舊 世界由我做 我相信有天一定會好 是寫了我自己被人炒了 我只是覺得當年在亞洲電視 武功都有勞 那時剛拍木桂英我們那邊 我求公司我們不會搞事 你讓我們拍完才走 不准 他要這樣一刀切 是的 我心情是看歌詞 說回袁文傑 那我又是精 我經常都說亞視相精 搞到亞視這樣 馬真 是的 沒有辦法 那你去無線電視 我離開亞視之後 其餘那兩個收費台 我都有效力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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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able Cable那次就適合自己 做了一個足球節目 然後沒多久 TVB有些監製就找我 他說 你看看你來亞視有幾個人 看看有沒有機會合作一下 那一刻就去到亞視 快要關機那一刻 但我肯定是一早離開了 結果就回到TVB 聊聊聊 就以一個很便宜的表演 就簽了進去 是 那時候想著也是 一份工作 又是沒什麼壓力的 那個人就是這樣 沒什麼壓力 先過了境先 先簽了先 又有一個平台可以曝光 不要理多少也好 最重要是保持自己 可能又可以 不要再回大陸 找找外快 那幾好 就是賺錢而已 就是想著這樣 想著這樣 但真的沒有想到第一個劇 就中了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的事情就是這樣 你越是有心計 其實我很想這裏 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要爆 那些事情很難中 你不知道 不管 沒有什麼預計 就算吧 那些事情就跑出來 就是游先生 是呀 還有那個劇 真的是那個timing問題 因為我簽進去的時候 本來我先要去另外一組戲 那部戲還要清裝 剃透 結果就 又推遲拍 又不拍著 結果就留在這一組的劇集那裏 所以 是呀明也 是呀明也 就是我的特色 是的 就是 袁文傑我經常都說 他是 隨遇而安的 即是沒什麼去 會不會是 袁文傑是一個沒什麼野心的藝人 這個是我虧的地方 但是又好一點 又OK 就叫 安於日落 又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當然 特別多的會是 以前亞洲電視職落的一班 台前幕後的同事 又可以做到朋友的同事 這個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你無論是 經常見面 都是維持到是好同事的話 就跟好朋友是兩回事 我覺得是這樣的 絕對是 說你清裝去剃頭 我在這裏要向楊總說抱歉 為甚麼 我記得 零幾年的時候 亞洲電視有個很大的項目 就是要重新再拍攝大內群英 馬景濤做鷹正 不就是在日街舉 難道找我嗎 但我呢 是安排了跟雍正爭王位的十四雅哥 當年雍正是萬子哥做的 十四雅哥是五位國做的 嘩 我是第二個五位國 應該很開心 但是 靜清裝也要剃頭 那時候我貪美又很不熟性 我就跟監製跟你們說 我不想剃頭 我知道那時候 令到你們很失望 有這樣的反應 後來我又過了自己的心理關口 去看一看 快點拍大佬 帥哥 拍馬京濤 可能有台灣的市場 想著這樣 結果跟著又開不醒 是 是 是 所以就是這樣 又跟著去到06年 我記得有個劇 就是要跟那些狗一起拍的 說我做一個海關 我還很記得 那時候我要主持那一屆的亞洲小姐 在公司大廣拜完神 負責管錢的那位高層同事 還跟我的握手 有什麼事 加油加油 我以為 我以為 叫我接下來的那部戲加油 然後真的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握手 吃完那球燒豬 拜神燒豬 然後進服裝間 嘻吹吹水 服裝間有位同事 很大眼的位 是 有什麼事 有五黑豬嗎 蛤 什麼人拍 不是啊 你們那部啊 狗狗那部戲啊 不拍啊 蛤 我說不 什麼是呀 我說不 可能那些預算不批 剛才批預算 負責批錢 剛剛才跟我握手 真的就是這麼快 嘻 我經歷過人生最快的天雨地 我跟那時候女主角是文詞 我就是那個所謂的男主角 一集裡面二十幾場戲佔了二十二場 都叫做男主角了吧 已經是 走去訓練了 訓練了 跟那些拉布拉多犬 怎樣示意 他們吃東西啊 叫他走啊 叫他坐在那裡 總之很野心的 很想做到這兩個劇 做了 如果又真的拍到的話 可能又不同的世界 不過 你有沒有得去硬硬要求 也沒有 因為有很多東西你根本都控制不到 是 是 你這一行就是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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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經常說 我們這一行很多東西要自己爭取 是 當然 爭不爭取到是不知道 但是 你不爭取 因為 太多競爭了 這一行裡面 是 我自己在這一行裡面這麼多年 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爭取得回來的 是 如果自己不去爭取 可能很多東西被人掩蓋了 可能我被人掩蓋了很多一刻 我自己都不知道 沒有 真慘 不是的 不是的 所以 繼續加油吧 你講了這件事 講了些小題 我記得有一年 那時亞視台慶 請了孟子哥來做嘉賓 不是 完了台慶 慶功 走去尖沙咀吃宵夜 我也記得 大家都 記不記得是哪一年的台慶 我不記得是2003還是2004年 差不多 那又是甚麼年代 2003、2004年 那個年代 是誰主政 我不太記得 總之是2003、2004年 差不多 OK 那就講到孟子 孟子哥好笑 吃完宵夜 大家都當然有兩杯杜土 吃完走到樓下 在酒家門口 他說 哎 杰仔 你不要那麼旺 什麼 你被人拿 你所有的東西 那時我也不知道他發生了甚麼事 他無端端跟我說些甚麼 做甚麼 他是不是有了兩杯 但如果套用福蘭安剛才楊總理講 那樣東西 那也是的 孤密論 萬志哥是有意無意萬無目的地講也好 即是說你不想得自己爭取 是 剛才說唱歌 是否唱歌那團火已經關了 沒有啦 今時今日 我鼓勵他操作參加中年好聲音 是呀 我剛剛想問你參加中年好聲音 沒有呀 那些不是很對 我很喜歡聽歌 即是我們之前做的那個show 令到你如果我沒有猜錯 你應該是處男第一次踏足紅館 是誰呢 紅館第二次 如果真是炸足咪唱 是唱歌的 真的嗎 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一個 當時是2001年 是 一個當時是 亞洲電視接了國慶的show來做 紅館 我還記得四位私宜的 其中一個是劍擊手 當時一個很出名的女資劍擊手 就是何嘉麗小姐 是 然後另外兩位 家輕就熟的主持 就是何必師傅 和陳子清 是 我們四個人去做 剛剛再唱這個 我來自廣州都沒有 啪著你這段火 哈哈哈哈 這段時間 即是那段時間 練歌 就很有啪著那種感覺 因為 唐哥的歌又不同 也不是自己學懂了什麼 聽歌 很有態度 要去分 另類不另類 underground heavy metal 那些才喜歡 不是這樣 因為唐哥的歌 是 我們小時候看段視劇集 我很記得 那時候浮生六傑 是 唐哥唱那首歌 主題曲 還有戲劇人生 嘩 你想一下 聽下去無管樹氣 馬上哭 我很記得那個畫面 就是家人 都還是 遺口奔馳之餘 大家都 譬如 我媽媽保住我 我爸爸保住我 我弟弟一起坐著 對著電視機 追劇 我最有印象 最後的 也是這一個 然後 總是 不知道哪個忙 又不會去看 不會追電視 所以那些感覺 全部都回到大內群英 那些的朱藝曲 或者是 《笑澳江湖》 不過是TVB那一套 這些都是 都是唐哥唱的 唐哥 對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回憶 這種回憶的感覺 也是另外一種的感受 那晚的演唱會 那些歌 就令你全部回到 全部 全部 對 對 五支門牌我多唱 哈哈 哈哈 不夠喉 我下台都說不夠喉 不要緊 不要緊 你說這麼快 唐哥會做巡迴 我們在內地唱 嘩 原來有這件事 對 信心是愧保 我相信有天一定會好 記住 好 多謝小姐 謝謝 真的 繼續努力 不要輕易放棄 不要去真的太多隨遇而安 要自己爭取 是 繼續 謝謝 拜拜 拜拜